好 日園重點 那當然台灣跟日本的關係 非常這個深厚 特別是台灣人很喜歡去日本玩 所以日本過去幾年 這個最大的外來接待觀看是台灣人 那日本人也是 僅次於大陸觀看之外 第二大的這個台灣觀看 那包括我們的產業關係 包括我們的地緣關係 其實都有非常強的連結 所以這次日園重點 很多台灣大媽大嬸 都紛紛去搶日園 想摸底 可是這個底實際上不太好摸 不知不覺才發現 原來摸的不是底 摸到是屁股 那摸到屁股 有時候馬屁沒派對 有時候這麻煩 那我們看日園在今天 這個新聞是這樣寫的 可是日園在今天已經貶到124.3 那包括了大摩 馬克斯丁利 更認為日園貶到160 那我們看到其實 張勝河很少對市場 給出任何建議 可是最近我們看到 像上禮拜台灣銀行為了應付 台灣大媽的搶購日圓潮 特別調了500億日圓的現鈔 來應付這個瘋狂的買進 那張勝河實在看不下去說 不要在空中硬接菜刀 因為他可能會傷到很多人 我們看日圓這次貶值貶得非常非常窮 其實我們在請幾位分析師跟專家的時候 都針對日圓行情分析過 都在提醒官方們注意到 日圓要小心他的貶值 只有一個可能他會反彈 那就是全球金融市場出現大震盪 可是目前還沒看出來 所以日圓就一直狂貶 那我們就來觀察一下 這是日經中文網所做的一個資料 他們來對比一下 說2007年到2014年 整個日圓往上升值往下貶值 觀眾注意到底有什麼變化 這中間很多故事 觀眾可以在我們的FB 跟我們YouTube 可以仔細慢慢收看 那重點是我們講這個數據 說實在話日圓的貶值 對於日本沒什麼幫助 我們從貿易收支來講 並沒有理想的轉強 那另外從所得收支感覺有增加 可是你換算成美元的話 基本上就算你換算成台幣 基本上日本人的所得是越來越低 就是因為他在日本 所以日圓貶值感覺很爽 可是實際上是內商 可是內商看不出來 就感覺很爽 所以日本的安倍民調超高 可是日本人可能在經濟 這個智慧的了解 可能不是那麼多 所以實際上內商很嚴重 今天我們要觀察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包括日本房地產的 一個投資機會 因為日本房地產投報率 其實租金的報索率還不錯 所以加上日圓貶值很多人買 我們整理了一下 這是今天抓的整個日本 從東京大阪到明谷屋 這個房價的平均漲幅 其實東京這三年 我們只能說2012年第四季 日本開始寬鬆 開始QE 來算 漲了兩成 算不錯 像這個大阪 大概漲了也有將近11個百分點 民股屋也漲了18個百分點 然後加上投報率 其實感覺 租金報索率 感覺還不錯 感覺有三成的可能 可是觀眾朋友注意到 我們看日圓貶值 我們就從2012年開始QE來計算 從78.36貶到124.12 當然你從這個值 處理這個值 它貶值是貶了58% 可是基本上我們不這樣算 發生寫得有點難看 因為看中貶值有點難看 它的購買力其實是貶值了36% 就是你在2012年帶了100塊去日圓 換成日圓 現在只能拿回63塊錢 所以砍掉了三分之一 所以據你事實上 你知道像日本的消費也好 旅遊也好 日本的投資也好 事實上被匯損打擊得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到底日本怎麼辦 他完全是一個日本人爽 可是外國人只能看熱鬧的一個 貨幣政策 您的觀察跟解讀 對 這個之前談到安倍的什麼三支劍 好幾支劍 主要的理由是說 它透過不斷的印鈔的方式 讓日圓貶值 貶值有什麼效果 就是說可以刺激它的出口 刺激出口以後 我們知道這個 按照所得的公式來看的話 就是消費加投資加政府支出 最後就進出口 所以如果說出口的地方能夠改善 就貿易這樣不能改善的話 我的所得就會提高 刺激它的經濟成長 這其實邏輯上好像通 但是它會有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這次的大量印鈔 有一部分的原因還包括美元 目前看起來預期升值的力量比較強 所以要貶得非常兇 假設不包括美元這個因素來看的話 我們用之前的我們提到貨幣的一個 算是貨幣匯率 還有包括物價的公式來看 比較複雜一點點 簡單講透過印鈔的方式 這是原來的貨幣供給 我們變成增加印鈔的一個方式 往右邊推 對 那這裡面還包括物價 假設物價不動的話 它應該是從原來的SA跑到SC 就是說匯價會不會呈現大便 以前俊敏是分析師的老師 你要去考分析師 你去報名補習班 你會碰到葉俊敏 沒有 那時候家境比較平寒 葉俊敏是分析師的老師 所以俊敏說講這個 光看不懂沒關係 看熱鬧 稍微複雜一點點 那接下來就透過物價上漲的方式 因為你增加貨幣供給物價會上漲 那物價上漲以後 這個原來貶那麼多的幅度 會稍微回來一點點 我們直接下結論 就正常來講 應該是貨幣會貶值 然後物價會上升 這是我們看到最後的一個最終的結果 應該是這個樣子 不過日本透過這個貶值的方式 其實它 目前你看到的是這個階段 其實之前在200 大概2005年到2007年 曾經貶過一次 我們看一下這兩次的情況 有什麼不一樣 這是2005年到2007年 等於是2005年的1月份到2007年的6月份 往下是貶值 因為這個倒過來 70到130 對 往下是貶值 那這個是2012年9月份到2014年 我們那個時間抓的這個 抓一樣的時間 對 都透過這個貶值的方式 來刺激出口 對 刺激出口 可是你看現在這個2005年 1到3月開始貶到2007年的時候 你看到它其實出口的部分還不錯 對對對 其實是有成長 可是你看它這一次 2012年7月份開始的一路的貶值 其實它的出口表現並不好 沒有 沒有 對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那有人把它做過一個分析 就是說為什麼日本這一次的貶值 其實並沒有這個效果 第一個理由是在它的這個 產業結構的問題 對 因為它過去的這個 我們剛剛提到前面那一段 其實它是透過汽車 包括電子產品的出口 對 但是這一次的貶值 其實這個效果並不明顯 就是說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的這個 比如說電子產品被韓國取代 對 甚至於有一部分可能被台灣取代等等 反正就是說第一個是結構性的問題 第二個是說全球的需求不足 對 或者我們換個角度來講 就全球的供給過剩 對 這其實是一樣的一個概念 它說重點 它把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場 是哪一國 官民知不知道 就中國 對啊 有一個國家搞經濟刺激 我們那時候篤定日本的貨幣刺激 會失敗 因為它是要準備靠出口 可是怎麼可能你在外交上 它是你最大的敵人 你又想擴展它的市場 那基本上是自家矛盾的 這其實跟台灣有點像 是 但我們看一下就是說 結果它透過這個 效果並不明顯 那當然第一個是對日本的 一個經濟的影響 第二個是說對外部的影響 比如說我透過這個貨幣貶值 我要增加 想想辦法增加出口 結果自己的出口沒有增加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對這個臨近的國家 第一個受害就是韓國 對 就變成說這個有點像七傷權 也不太像 因為七傷權是 傷別人7分 傷自己3分 它是傷別人5分 傷自己也5分 為什麼我們看一下 這是日圓的一個匯價的部分 往下是呈現這個重貶 貶值 對 你看一下這個是兩家的汽車廠商 韓國的 一個是現代跟奇亞 對 但它重貶的時候 你發現它的股價是跳水 對 沒錯 因為汽車廠商被日本人取代了 對 但是問題是說 日本也沒拿好處 我就說你傷別人 他自己也沒拿好處 出口沒增加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很荒謬的一件事情 如果說以這兩國來看 我們先看日本跟韓國的匯價 往下是代表韓元貶值 日圓升值 往上是代表日圓貶值 所以從2012年你看 一路往上走 代表說日本對韓元來講 它其實是呈現一路貶值 對 所以韓元比日圓強 對 韓元的部分 其實飽受日圓貶值之苦 台灣也知道 台灣創下18年新高 台幣對日圓 所以大家覺得換得很高興 這情況就這樣子 問題是你還 搞不好後面換得更高興 20年新高 如果說我們用股價來看 這個是我們從2012年以來 我們剛剛提到的 貨幣來看的話 其實日本跟韓元來看的話 就說日本好像貶值 來接近五成 用這個當基準點 五成 對 五成 下面的部分 你看一下就是日本的 韓國的首爾指數 對 所以不要難過 我說台股好像漲不動 韓國其實 從2011年到目前為止 它根本也沒漲到 對 韓國還沒有證所稅 也沒有房地合一稅 對 比台股還爛 所以台股其實還算蠻強的 你說對台股有沒有什麼影響 其實我們仔細觀察一下 但是跟進出口跟替代有關 稍微整理一下 比如說包括輪胎 航空 汽車 這些其實是跟日圓貶值比較有關 算受益股 受益股 對 受害股的話 就是跟日本有競爭關係的 對 像工具機 最近駕得很兇 工具機最近駕得很兇 日圓貶值我買日本工具機 幹嘛買台灣工具機 對 所以這就是邏輯所在 你跟日本有競爭關係的 其實都是受害 包括比如說去日本很便宜 航空股會受益 可是日本來台灣的話就變貴 所以有些飯店是專門收日本客人的 那可能就變得比較不理想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後面的影響 最後我們再提到一些觀察的指標 我想也是觀眾的福利 觀察日本景氣到底好不好 對 那當然除了這些經濟數據 比較酷硬以外 我們就觀察一些民生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裙子穿的這個長跟短 對 沒錯 這是 越長代表說景氣的這個越差 對 越短代表景氣越好 因為你這個為什麼這樣子 你要想出一個理由嘛 越長的話你就不用去剃腳毛 就不用花太多時間 那越短的話表示你這個經濟越好 我有時間在做這些美容的動作 所以大概理由是這個樣子 這樣比較方便記憶啦 那第二個就是說這個景氣不好的時候 喜歡剪短髮 對 比較乾淨俐落 可以努力工作 對不對 那如果說景氣好的時候 就頭髮就留長長的 這三步時就每天去洗髮 對 這是觀察一個指標 第三個就是口紅 因為口紅最便宜 對 所以這個最便宜的 這個美容的商品就是口紅 所以景氣不好的話 口紅銷量會特別好 對 景氣好的話就是買別的 名牌包什麼的 那就不要傷腦筋 那第四個是 這是算日本景氣稍微好一點點 目前看到的 結果頭髮開始慢慢流行黑色 這個是過去在日本平安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是母系社會 母權社會 所以景氣好的時候 一個女孩子有很多人追 因為男生都有錢 就去追漂亮的妹妹 所以很多人追 所以變成女性至上 所以那是女權的社會 所以日本比較奇怪 就是說假設景氣好的話 他頭髮會比較流行黑色 景氣好的時候流行黑色 對對對 那如果說景氣不好的話 流行茶核色 所以最近開始慢慢流行黑色 倒是可以特別觀察 還有一個指標 我們不方便寫出來 因為是礙於這個節目尺度的關係 就是說這個褲子 比如說這個低腰褲 穿得越低代表景氣越差 像2008年那時候金融海嘯 台灣的平均 不是平均 就是說比較低腰的褲子 在肚臍以下13公分 那就發生金融海嘯 那當然這個東西 你不能去說 跟這個日本女孩子講說 我想觀察一下景氣 這可能會被他打巴掌 所以就觀察一下自己老婆可能會得到一些 這個重要的情勢 我覺得服裝跟包括領帶的寬度 都是美國也常常拿這個做指標 外面給我們看一下 日本比很大 我們常常一個國家貨幣弱勢或貶值 是一個非常不負責任的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包裝 就像我們一般有專櫃特賣 可是事實上貨幣貶值 像百貨公司中年期 外面我們對比一下 包括你看吉野家 從2012年的QE開始 跟最新五月比較 同樣一份吉野家 換算成台幣 日本吃便宜了55塊到91塊 以前吃一個牛丼飯 大概150到261塊 這是在吉野家 日本吉野家 現在去日本吃 只要95到170 那飯店更誇張 因為隨著日圓貶值的關係 我們就常常包括日本的四級酒店 從一會晚上17000 現在降到12000 包括像什麼Halliday Inn 從原來3600降到2500 所有都在跳樓大拍賣 事實上一個國家貨幣貶值 其實人民沒有感受 可是事實上貨幣貶值就是 等於是減工資 減勞工的新收入 減借家收入 日圓貶值會貶到什麼樣的地步 尤其這有點感失控 因為貶值無效 通通起來 您能觀察 以前大家都有影響 日本也是外貿大國 但是日本人搞出口 都是先把好東西留給國內消費 不好東西再送到國外去 但是日圓這一波的 貶值剛好相反 那就是把好東西拿出來 跟外國人分享 但是不管怎麼樣 安倍金山過去實施 安倍經濟學以來 其實運氣還算是不錯 特別過去一年 我跟大家看一個數字 這是日本國內的汽油價格 去年是每公升 大概是1.67美元 到現在最新是1.17美元 大概降了30% 本來貨幣貶值汽油要漲 可是因為國際油價崩盤 對 這整個國際原物料價格的下跌崩盤 給了這個安倍一點喘息的機會 如果國際原物料大漲的話 我相信安倍今天大概已經做不下去了 但是日本人過的日子好不好 我跟大家看看一個 另外一個數字 這都是IMF的報告 這是日本 這個紅色這塊是日本 1 2 3 4 日本去年四季 這個整體國民消費支出 消費支出 對 大概最高的時候到320多兆日元 那是不是消費稅提高之前 趕快瘋狂買進 對 但是我跟你講 今年就有點對不對 這個力不從心的感覺 現在已經又降到對不對 這個310兆日元以下 整個日本的消費支出 是在下滑的這種情勢 但是日本 你說它實施量化寬鬆 大量貶值 我的看法是 基本上它有一定的家底 比如說過去對不對 本身建立的體質不錯 比如說日本貶值很多觀光客 願意到日本去消費 因為可以買到便宜 然後又質地不錯的 這種消費條件跟環境 假如說日本過去對不對 一直是很落魄的國家的話 大概即使在貶值 也沒有人願意去 也沒有人願意到日本去觀光 日本 迪士尼是全球線 迪士尼門票最低的 它有一定的條件 但是這種東西代價也太大了 我們看看日本過去上一波的 這個貶值是在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 我自己看法是 日元這一波貶值 安倍是把過去從1984年85年 當時日本首相中貞跟康宏 推動的日元國際化 30年累積的成果 一次把他給花光光 我們都知道1984年的時候 當時這個美國 因為這個日美貿易順差太大 要求日元這個升值 所以中中跟康宏就順意美國的意思 就推動了一個日美貨幣委員會 討論日元怎麼樣跟美元 做對義的這種升值 而且中中跟康宏也很聰明 他就順著日本升值喊出一個口號 就是說日本要享受對不對 跟第二經濟大國相匹配的 政治大國的地位 開始把日本的國際地位 逐年逐年的向上推升 我們現在大概都說 去年安倍去參拜靖國神社 包括中國 包括韓國都引起了 很大的反彈 戰後第一個參拜靖國神社的 這個日本首相就是中跟康宏 中正跟康宏 日元升值給了他這個底氣 那中跟康宏也是戰後 日本第一個首相 直接批評東京審判 戰後的東京審判是不正義的 也是因為日元升值給了他的底氣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出來 安倍的底氣好像很足 但是那是表面上裝出來的 我們知道全世界總和需求是不足的 基本說我們才剛剛像 俊美特別提到 日元貶值並沒有刺激到日本出口 這會變成像二戰前 一戰前 大家爭相用貨幣貶值的方式 想爭取多一點出口市場 可是沒有那個市場 就有導致貨幣進貶 已經惡性通脹 所以日本到底會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尤其目前投資日本 他出現一個非常負向循環 因為最近最看空日幣的 反正是日本的銀行業 因為他們大量的放貸 借給外國人 因為日元貶值 日本利率低 把日元借給外國人 那自己變成出資方 那現在人家還的越來越少 所以日本的金融業 反而變成日本日元最大的 放空的一個法人 所以官方特別注意到 這日元的惡性循環 會不會失控 官方可能特別做掌握 好 今天我們掌握到 因為昨天國際股市大漲 長在什麼原因 長在一個美麗的謊言 因為我們看到 希臘政府編了一堆謊言 就有呼嚨讓權貿市場出現走高變化 到底希臘講了什麼 可為什麼從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從歐洲央行 歐盟到IMF都否認 到底希臘問題到什麼樣地步 我們將我們趕快做的進步解釋